画一个小品 把我们学过的绿色 画一个小品 我们现在还是调白颜色 那么画一组的时候呢 肯定会有三到四种花 那么三到四种花呢 会有一些差异 比如有大的有小的 然后有开开的有未开的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颜色上 会有一些变化 现在都要是都会有的 我现在调的是白色 然后再加藤黄 葱黄 然后加石绿 加点石绿 然后我比肩上勾一点这个花青 好 我们可以画好几朵 你先画一朵 你离我们比较近的地方 开的比较开开的 你先选好看好这个画面 勾图 怎么勾图 怎么布局 先用眼睛去勾图 画完图以后画多大 是里面有树的 我不能画太大 因为这个纸张没那么大 所以说我 你不能再加点这个花青 笔尖 笔尖 笔尖再加点花青 我再掌握这个尺度 不能画太大了 太大了就 其他的就画不下了 所以一定要掌握这个尺度 他在掌握这个大小颜色的变化 他在掌握这个大小颜色的变化 笔尖没有了 就一直去用笔尖去给他 不能画那么大 这点就高一点 笔尖再掌握这个花青 我会让笔尖那是 然后让它重一些 就是不是对花青而要重一些 然后再画第二朵 第二朵呢 我就开始啊 这样 笔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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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加花青 我加点什么呀 加点这个湿青 加点湿青进去 让它稍微 跟这个有点区别 偏冷一些 让它 让它偏冷一些 区别不要太大 但是也有点区别 这样吧 就 还是在画面里面 但是 有所区别 你看 它比它冷就行 颜色上 要让它有这种 就是藏了这个意思 藏了在里头 还是不能画的太大 还有其他东西 要画 好 这是一朵 然后 接下来我们再画 把这边画 画点那个 将开未开的 将开未开的 然后给这边画 画点稍微 看着这个 好 然后再画一个 再画一个 就稍微 小一点画 好 这边再画一朵 有书有命 你看这几个画画 让它有书有命 看好 是在什么位置 这个就画了 更简单一点 更小一点 然后把它的布局给 画多了 布局的不好 不完以后 我们现在开始 画什么呢 画叶子 叶子我们还是 画个铁头笔 画叶子 一定要把墨色 电画画出来 就是你 比如后面是 是淡墨 前面是 重墨 这个一定要 区别出来 笔尖再浓一点 现在开始 因为这两朵 是比较主要的花 那么我们叶子呢 还是从这儿画 就是让它比较重一点的 去拖它 往下 没有墨了 还要去 你座上吸点水 然后再去 吸点墨 你座上吸点水 这里面可以点一些 点进去 要照顾到它的画面的效果 刚在这儿洗了 我现在往下放 在笔度上沾点水 然后呢 还是比头是浓墨 这点画到这个花瓣的时候 小心一点 给它流出它阴的这个部分 然后呢 一定要有墨色的变化 没有墨色的变化呢 你出来这个效果就 就不好看了 注意这个花朵 在花有花朵的地方 一画叶子的时候 要小心 没有水了 要加水 有变化啊 一定要让它有墨色的变化 画这个 你看这个变化 你看这个变化 这边啊 哎 皮膜 皮膜怎么办呢 在下面画一个 你看 一直在去给它制造矛盾 然后再去解决它 把这块变化一下 制造完矛盾以后 我们再去解决它 制造完以后 你不解决它就不行 所以说 这样也 也不是 叶子不举 给它画完以后 我们就开始画它的根茎 它的根茎 画根茎的时候 要一组一组的画 一组一组的画 因为我们叶子画 比较重 我们这根茎呢 不需要太重了 所以我们根茎可以 加点这个 我们画花的颜色 比如藤黄 有点石绿 然后再加一点墨 这样去画它的根茎 这样相对来说 切成一点 先用这个 比较 这把根根要搓开 这边从没有搓开 都可以再画它 等会我们再去用墨 再去勾它 这边我们可以稍微 再加上墨 不倒墨 稍微再加一点 多一点吧 注意到墨 用这个 123 远 进 傎 把这叶子给衔接起来 看一下上面的根片里放的什么 好